家里的涌面靴子放久了不穿 上面全是灰尘和霉斑 用一般的方法很难把它清洁干净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清洁涌面靴子的小妙招 下面呢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用摆结布顺着一个方向 把靴子表面的灰尘擦拭干净 准备一个容器 倒入一点酒精 然后再倒入同样分量的清水稀释 接着我们用摆结布沾一点刚才调制好的溶液擦拭斜面 酒精能杀菌消毒还有清洁的作用 大家要注意清洁涌面靴子一定不要用家里的洗涤剂 因为泳面材质呢较难清洁 洗涤剂呢会残留在靴子上 等它晾干后呢会出现一块块白色的印记 影响美观 靴子擦干净后呢我们可以用吹风机把它吹干 但是不要用热风或者放到太阳底下暴晒 因为这样会造成靴子皮质受损掉色 现在呢我们来对比一下 你看刚才清洁过的靴子就像新的一样了 非常适用的小妙招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